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员的英文秘籍 不是高手不要看 只是一个单元 所以我有很多 YouTube有一个账号 15个频道 每个频道就有很多影片 就教学影片 然后 有些影片 这个频道里面又分不同的单元 所以很复杂 我们这个单元是讲最复杂的一些英文字 之三 所以就要从之一之二 之三讲看 欢迎赞助 小儿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15个YouTube频道 这个我们前面有些都讲了 不去细讲 不再重复 那我希望这个表 我这个表很大 希望大家就是英文程度好的 是非常好的 不是普通好的 还有 对英文 这个进取心很强的 希望这两个人比较适合看 一般不适合看 一般程度一般的 没有耐心 不适合看 希望 希望这些人 适合看的 把类似 当作一个99惩罚表 或者当一个 一个口诀 或一个图表 这样去看 但是不要死记 死记没用 你也记不住 东西太多 就是去了解 了解 就像 人家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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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10 10 12 12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整理出来 有些字比较简单 像两种情况 一种是像感叹词 它可能只有一个字 一个词性 但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感叹词 还有一种就是词性少一点的 副词 副词都是没有LY 这个常常大家搞不清楚 因为它没有LY 所以不知道它是副词 就算知道副词 可是它常常跟其他的词性混在一起 所以这些字都是 不管你英文认识六千八千一万 两万三万五万 无限万 但是经常搞怪的 就是反而是大部分单字 问题不大 就是一般单字也不常见 这些字都最常见了 相对的最常见的 可是呢 因为它复杂 所以语言它有个特性 越不常见的 就是越难的单字 它越不常见 反而是那种字母比较少的 看起来简单的字 它最复杂 最复杂 好我们继续看 像R很简单 它就是 这边都有词性 不一定是摆在第一行 它就是 感叹词 所以顺便多了解一下 R也是感叹词 像alash 可惜 也是感叹词 Abeat 它是连接词 这个字用的少一点 照理说也不要放进来 因为它比较不常见 但是 已经放进来就放进来 Abeat有点像文也文 虽然的意思有点像A 年轻人不讲武德 外国人不讲武德 他用动词 他用形容词 你说奇怪 我记得是名词 或者Alert 你记得是动词 就算跑形容词 跑名词 就这个意思 就是会变 Alike 它又是形容词跟副词 就这边全部整理 每个情况不一样 那我这边纳进来 都是比较复杂的 但有的相对简单一点 那有的就真的很复杂 那我列这些字列讲 有我的道理 就是常常会让人家搞不清楚 像alive 你有时候搞不清楚 是不是副词啊 是不是动词啊 LIVE好像动词啊 加一个A 是不是还是动词啊 不是 它形容词 Alive 你看它有四个词性 它有四个词性 它也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副词 也可以是代名词 可是这些不能搞不清楚啊 你不能说它是这四个词性啊 你记错了 它是把它当动词那不行啊 把它当阶级词不行啊 当年纪不行啊 所以这些不能搞混啊 因为这些词性啊 它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最复杂在这里 因为你不能自己创一个词性出来 这不行 然后它该有四个词性 你只知道一个啊 那就挂一落万 以后常常碰到说 就是看到一个句子 或一段话 分析不出来它的意思 Almost啊 这个字 虽然只有一个词性 副词 可是为什么拿进来 因为这搞不懂啊 因为它没有LI啊 所以很多副词啊 它可能只有一两个词性 还有包括感叹词啊 这感叹词 常常只有一个 就让大家多知道一下 哦 这感叹词 感叹词可以一个 你光是讲一个字啊 也不用讲句子 就一个字啊 也可以是摆在一个句子 最前面 表示感叹 所以我们常常啊 这个感叹词搞不清楚 所以我这个 不知道啊 可能只知道几个 那我们这边 让大家多知道一点感叹词 所以我们比较弱的啊 比较弱的就这些东西 副词比较弱 因为很多是没有LI 介系词也比较弱 这些都弱了 就从副词开始都弱啊 一般就是名词动词啊 形容词就比较有点概念啊 但也不是全然的啊 除了形容词简单一点以外啊 名词动词也很复杂 可是一般搞不清楚 比如说动词啊 集乎动词不集乎动词 学问就很大啊 名词加不加S啊 可数不可数就很复杂啊 不是这么简单 光是可数不可数 它有一片天地啊 所以我说过了 在其他的很多相关的 频道 还有单元里面啊 都有提过啊 那我前面也说过 如果说 比较有多的人啊 留言反应说 这个表啊 是体刚切理 没错啊 可是 你要是能再弄一些啊 这些 这些字啊 它的不同的词心啊 它到底有哪些 因为这个 不一定一个词心就一个意思啊 有时候它光是一个词心 好几个意思啊 能不能再做一集啊 或者一个系列 把它的意思啊 词性 意识 还有它力举弄出来啊 如果有多人 比较多的 有这个要求留言的话 那我再做一下 如果没什么留言 不多的话就算了 我也省得轻松 像这along啊 单独的 along一般说 是不是形容词啊 单独的 形容词没错 可是它也可以当副词啊 所以 两个层次啊 第一个层次 人家当副词用的时候 你就搞不清楚 第二个 你永远造句啊 写文章你只能写 当形容词用 你就没办法 用作副词 所以 意思就是说 当你不了解这个表的 诸多内容的时候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只能用一部分的功能 那有时候 有时候你功能多一点 变化多一点 是不是更漂亮呢 这就涉及到英文程度 along它就是 副词 跟解析词 along side也是一样 它这两个有点像 但是 还有细微差别 already 只有一个词性 副词 相对简单 可是 搞不懂啊 还是一样 没有ly 有时候你会不会说 这个形容词啊 会不会解析词啊 会不会关于代名 不是 就是副词 also呢 这也是怎么样 副词 没有ly的副词 这个最麻烦 所以ly 没有ly的副词啊 就是反正大概一百个以内 其实应该不止啦 就是比较常见的啊 一百个以内 可是它又是连接词 这是很复杂 因为为什么呢 你副词啊 只是修士动词 西红词 跟其他的副词 可是我说 它后面可以接词句啊 而且连接词学问很大 又可以对 对的连接词 接词句 接词句啊 接遍语啊 对的 这个 重处连接词 人接词句 它有它一片天空 所以我在 相关的 这个 特殊文法篇啊 长剧 破解篇里面 都有提到 Artenay 看起来是 这个 交换的 轮流的 你看 名词 动词 西红词 它三个词性 Ozone呢 它只有一个词性 有人说会不会 想不想副词啊 没有以外来副词 它不是 它是连接词 而且是 重属连接词啊 所以我这边 就没有再列出来 它到底连接词的 重属或对的 就没列出来 想知道的 就去看我的 这个特殊文法篇 还有长剧破解篇 Altogether 这个词 你看每个都不规则 词性不一样 Altogether 复词 知道知道 这个也可以当名词啊 这怎么可能啊 Altogether 怎么是名词啊 它也可以当名词用 但是每个几率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是 说用了复词 可是你不能说 外国人不讲武德啊 你怎么当名词用 可以啊 比如说有七成 八成 是用复词 可是一成两成 它用名词 它不犯法 你去查词典啊 词典都有写啊 它可以当名词啊 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是它英文程度好 那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 所以英文程度啊 这个好的人 它就 不是说 不只是说 它的英文 单词认识的多 或者它各种 各种的程度都好 就是这个表 它知道的多 它对这些 这些常见的单词啊 它的不同的词性啊 不同意词 它知道多 而且它用得出来 你光是知道用不出来没用啊 用得出来 always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副词 always 它没有其他词性 这 阿门 就我们讲阿门 它是感叹词 或者有人翻译 惊叹词 emid 这个字也是大家搞不清楚 是不是副词啊 不是 它就接续词 emid emid 他也是 他就接续词而已 那连接词 这个end很麻烦 它就是只有连接词 可这个字最麻烦 很麻烦 看起来就是 以及啊 和语 这个 所以这个英文啊 你句子有时候 长句子啊 句子要写长 这个end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可是它的学问在哪里了 就是它是连接词里面的对等 它可以接组句 也可以接纸句 如果重组连接词 只能接纸句 它也可以接 你看 它可以接第一个 接组句 在英文文法上 主句跟子句差很多啊 第二个 因为子句只是补充嘛 可有可无 有的话就是讲得清楚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所以一般 我们华人写英文啊 都是大文人写简单 为什么都写到一个句子 写到一个主句 没有子句 那外国人写的时候 就子句很多啊 一个 一个句子里面子句 搞不好三个四个五个啊 所以这个end 又是可以接主句 又可以接子句 又可以接片语 就是片语就是 没有术补 没有动词的 不成句子 another 它又是形容词 又是代名词 any 也是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 这any应该是形容词啊 他也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代名词 anybody 他就是代名词而已 像这几个啊 像这几个啊 他搞不清楚 anyhow anymore anyplace 他都是副词 都是副词 而且呢 这前面两个是 但是anyhow 是不能拆开 anymore 跟anyplace 可以拆开来 可是拆开来就词了 它就不是字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不拆开的情况之下 都是副词 anything 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 副词 也可以当代名词 anytime 只有当副词 anywhere 他也是副词 没错 可是他也是名词啊 他又不是代名词了 所以很奇怪 apart 就是 就是一个词形 可是光是apart 出现它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形容词啊 是不是名词啊 是不是这个 接细词啊 不是 他就是 就是副词而已 around 就是 副词跟接细词 as就很麻烦了 他可以是 副词 也可以是接细词啊 一般人可能认为 as是接细词 可是他也是副词啊 然后他也可以连接词啊 他本身as就是连接词啊 然后这个 复合连接词啊 不是这个副词的负啊 是负数的负 aslon as as 也都是 都是连接词啊 然后他又可以当 关系代名词 又可以当代名词 所以这种词就很麻烦啊 所以我这边特别 反黄啊 反白啊 这种词啊 五个就很麻烦 副词 接细词 连接词 关系代名词 代名词 aside 他一般来讲是 副词比较多 可他也可以当 名词啊 什么意思啊 aside是在旁边 地 名词 形容词就是什么什么的 副词就是什么什么地 在旁边 那怎么会 他怎么会是 名词呢 旁白 你看 就是演戏的时候 舞台剧啊 有一个提词的 不是 他是讲给观众听 不是讲给演员听 就是他在旁边 讲一段 口白 让观众可以了解 你看这个 旁白 跟这个 副词在旁边地 这个 没有关系啊 照理说是应该两个字 它一个字 associate 我们一般来讲 同事啊 或联想起来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assume这个字啊 不是那么常用 但偶尔会碰到 你看一般来讲 它是可以当连接词 可是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所以这个一般人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完全搞不清楚 assume的词性 astrite这个字也少用 可是它有三个词性 纳进来 形容词 负词 astrite 所以这个表 我们现在只讲一小部分 后面这个表很多 所以我说过 这是 就是 你不是高手 不是英文高手 你不要看 第一个你看不懂 也没耐性 也记不住 也觉得无聊 就不要去看 所以我第一集就 质疑 就有缘在线 不要去看 不要来看这个 因为看这个 第一个你看不懂 第二个你会骂我 说搞这个东西干嘛 无聊死了 这花那么多时间 搞这个 因为你不会欣赏 就像古董 这个古董是要给行家看的 一般富庸风雅 土财族 爆发户 他看不懂的 他只是有钱买 他看不懂的 所以这个系列 就是给高手 或者是真的对英文 非常有兴趣看 因为他会研究 而且这个表格 我第一集就说 这个独家 世界独家 宇宙独家 你真的去找 找不到 我相信找不到 当然我也没有看过所有人 可是我就很铁齿 应该找不到 就是有部分内容的 一定有 但是这么完整的 应该没有 这位不是一两天做完 也不是一两个礼拜 也不是一两个月 做很久 当然也不是专门来做 就是陆陆续续的 后来完成了 就拿出来 Ed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介绍式而已 他没有其他词性 Average 你看这平均嘛 这个Average 应该是名词嘛 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Awake 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Awakening 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 Awakening 就可以当名词 跟形容词 Awake 一般搞不清楚 他词性 他主要是 副词比较多 可他也可以当形容词 比如说Average Game 什么离开的比赛 就是不是在地主 比如说两个球队 一个地主 一个非地主 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就不是地主城市 地主球队 是离开的 所以他有两个 他也可以是 离开的 也可以形容词是的 副词是离开的 所以一般这个搞不清楚 Awake可以当形容词 Back也是挺复杂 四个词性 我说过 不是一个词性 就一个意思 搞不清楚 一个词性 尤其是名词跟动词 最复杂 它最容易有一词多译 其他的还好 它名词搞不清楚 四个意思 动词也搞不清楚 四个意思 三个意思 五个意思 最麻烦 所以我这边 因为没办法讲 讲那么细 因为不然时间太久 我就不讲 不讲说 它到底有哪几个意思 哪几个意思 不然讲不完 我们这边只是说 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一个表 知道有这个单字 这些有几百个字 四五百个字 它都是常常有一词多一 一词多一 当然没有时间讲 就一词多词性 这些词都经常用 你搞不清楚 它到底有哪些词性 所以限制你的阅读能力 也限制你的英文写作能力 你没办法吞风造极 所以不管 如果这个表 你没有什么概念 那你说你英文程度很好 你只是能给你写出一些 没有问题 甚至也还不错的文章 可是你没办法 登峰造极 所以我这个单元是希望 英文不是只是好而已 希望登峰造极 所以这个 就看大家能不能懂这个意思 当这个表 你也不可能 看完我这个系列之后 就记住 就完全了解 不可能的事情 我都花多少年的时间了 但是你就尽可能的 就慢慢先去了解 就对自己 觉得有兴趣或疑问 你先去了解 慢慢一步一步 就看你自己 自己的进取心 自己的企图心有多大 Backward 它就是形容词跟副词 也可以加S Bad Bad一般是副词 就没有LY的副词 可以可以当形容词 最特殊 它也可以当名词 所以这个 一般华人写文章 像很多这种 它名词用不出来 不可能 用不出来 因为它不知道 所以这种很多字 就有些词心 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个英文是要登峰造极 而不是普通的英文 或者是还不错的英文 甚至不是很好的英文 是登峰造极 所以这个我说过了 这个表 连一般老外 他都可能看得很头痛 但是一般老外 他至少看一看 因为他母语 他就知道这个表 很多东西 那要老外里面 英文程度很好的 他才也真正能够欣赏 哇 居然有个台湾人 把这个表搞出来 因为就算老外英文很好 这张表他也不可能都知道 他能够知道 到个六层 七层就很好了 那一般老外 可能还不知道那么多 可能知道个四层 三层 Bankram 你看 破产 名词 动词 信用词 但Barring 这个字照理说 也不要放进来 比较少用 可是 已经放进来就算了 就是它是阶系词 然后Bass 一般就是 这Bass的意思也是好多 意思多语好多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一般Bass 一般是讲名词吗 堡垒吗 或者棒球 本垒 它也可以当动词 可以当形容词 比如说 这个很低下的 很不好的 下贱的 B动词呢 就是助动词 助动词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 B动词它单独存在的时候 当然是 动词 所以这个B这边漏了一个 当然它也是动词 它除了是动词以外 就B动词 那B动词怎么会是动词 它后面如果有 其他动词的时候 它就降格 变成助动词 因为为什么呢 B动词后面 它两个不可能 都原型动词 它后面如果是 动词加NG 或者加过去分词 ED或者EN 因为它比较有意思 那个真正动词是后面 在文法上 它有意义是动词 所以B动词后面 有动词的时候 它就变成助动词 所以B动词也可以当助动词 Bit一般是打击 你看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你看beat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形容词 beat 除了是打击以外 所以我们这边 没有空去讲 它的一字多语 那beat 也可以是很累的 就是去打人家 这个听得懂 这个知道这个意思 也可以是打人 也可以是很累的 也可以是踏过 用脚去踏过 它意思很多 那because 这一般可能搞不清楚 because它是什么词 它连接词 它是从属连接词 只能接词去 不能接词去 便跟这个beat一样的 它本身是动词 这是过去分词的动词 过去分词它还是动词 你不能说动词只有原型动词 过去是过去分词也不是动词 它还是动词 就像那个 液体 气体 水有三态 固态 液态 气态 它还是水 你不能说冰块不是水 你不能说空气不是水 它还是水 它只是有三态 所以它也是动词 跟初动词 所以我们这一集 讲到band 所以我们中间可能要分好几集来讲 没关系 但是值得 至少说 你可以把表看完 看完 然后大致上了解意思 所以这个系列 一方面是给英文程度好的人看 或者是进取心 企图心很大的人看 但是这两种人看了以后呢 他还是没办法一下看出 但至少知道有这个表 所以希望把它当做 觉得惩罚表一样 因为这些事本身就很复杂 其实我们英文学 有人学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但这些事你真的搞不清楚 你可能已经 说读听写都有到相当程度 可这些 这些东西 还是搞不清楚啊 有些知道了 但是可能一半以上搞不清楚 这就是限制我们的英文程度 所以英文没办法登峰造极 所以我才把这个表拿出来 所以这个表呢 就加上我的讲解 你看得越多 你会知道的越多 你会体会越多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第一次 当第一次就已经好几期 觉得很花时间 可是值得嘛 因为你把它搞清楚嘛 你看第一次 你就大概 英文程度好 你就知道意思 看第二次 哎呦 东西真多啊 那第三次 哎呦 它的实用性 为什么说英文可以登峰造极 慢慢了解 看第四次 哎呦 哇 我这个英文实力 因为看了四次 已经熟悉很多东西 哦 我的实力真的真假 看第五次 哇 我有一种 这个是超偷自己 超越自己 有一种这个 在在古山上 山顶上的感觉 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 你每一次看 都有不同的 启发 不同的体悟 所以英文的能力啊 不是你 不是你光是学很多 学很多英文的东西啊 当然还要用 在这个学跟用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就是 这是讲的有点深啊 就是要体会 先是消化 先是学 学会 然后你要去消化吸收 然后再来呢 更高层次 你要去体会 体会就高了 这个层次就高 然后还有没有更高 还有 先学 第一道 第一个层次先学 第二个层次呢 消化吸收 这已经不错了 第三个去 体会 体会它的意思 然后再高一个层次 融会贯通 哦 那就厉害 那还有没有更高 是有 就是 就是你可以创新啊 创新啊 这个一般人听不懂 英文可以创新 这个不多讲啊 这以后有机会再讲 这是英文好到一个程度 为什么 就是小说家嘛 文字工作可以创新嘛 就像李白 它就创新啊 白发三千丈 头发怎么会有三千丈 可是那时候好句子啊 白发三千丈 它就创新啊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水啊 是平面的啊 水还比较低 什么会从天上来 就是已经到那个程度啊 所以诗人 小说家 高级的文字工作者 或者帮忙这个总统 大观写文高的 类似这种 它就可以创新啊 我们这一集讲到这里